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19日的万千声辉贺台庆 男子组负责上演力的表现的蝶罗汉 别以为女子组会做花瓶 黄志文会率领女艺员们表演大型歌舞外 还有一段高空演出solo 会被吊在半空旋转 让Manny亲自讲解一下表演是怎样 这次我的第一部分 到时我们会连同四十多位女艺术 同时会一起跳劲歌业舞 但我自己这一部分 其实是有一个分半钟的 会在高空做一些旋转的动作 其实今天这个场地 一米都不过 但到时我们会在一场 起码要8至10米高吊上去 所以很紧张 有没有畏高 又怕转又怕高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怕高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钓这么高 就是航摩迪 因为航摩迪我之前做摩 也经常要钓弯 正经训练了我如何由高空飞到地上 但这次因为要加旋转的动作 难度会加倍了 米以为Mandy这一天被钓起 摆几个姿势很轻松 为了这个表演 Mandy早在半个月前已经练习 还要克服耳水不平衡 起初练习还暈了几天 不过Mandy就相当正能量 说当给自己一个挑战 我们早半个月开始练习 由知道有这个项目 就已经开始练习 因为真的需要练习 因为平时你这样看 好像说分多钟 好像眨眼已经过了 其实真的要练习 特别是腹部的力量 还有我要克服的就是旋转的动作 你怕不怕暈的那些人 怕 因为本身我是容易暈的 因为有些耳水不平衡 所以还会加深了 就是你转完之后 其实你需要几长时间 才能够缓服到汇过神来 平衡力 是不是跳完上去之后 还要跳舞 是呀 哇 这个真的很难度 是呀 我不可以聚着走这样跳 即是立即要 还要难 但没事 发声很漂亮地跳 但是你慢慢练习的过程 会不会有很多 瘀呀 损伤呀 可能这些盆骨这些位置 回去也会瘀了 要拆弱 但是是战绩 你好像觉得很威 但是瘀了全身 其实回到家 好痛呀 你不忍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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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